净空法师,法语,虽非正念,而能正念,正念,像海贤,海庆,老德和尚,这些人是正念。为什么?他不会被外面境界转动,叫正念。我们凡夫没有得到正念,可是临命中时,这个时间很短,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之内,念头能归正。念头归正是什么意思? 要记住,这个时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,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,万元放下了,这就是而能正念。实际上在这个关键时刻,能正念的人也不多。这是说什么?凡夫可以做得到的,一个小时正念做不到,十分钟可以做到。 十分钟当中这一句佛号不夹杂妄想,不夹杂妄念,就这么短的时间,它就能产生效果。而这种方法一定要在平时锻炼,临终才有把握。平时要不锻炼,临终还是没把握。 我们念佛念一个小时,念两个小时,能不能有个十分钟里头没杂念。这个自己要留意,我们能不能往生全靠这一招,两个小时念佛当中,里头能有个十分钟没杂念。 有杂念的,不是正念。没有杂念的,这是正念。正念不能维持长时间,十分钟可以维持。好。慢慢时间会增长,十分钟到十五分钟。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,这就进步,功夫进步。公录字。2014净土大兴科著第189集。